Hello 各位同學好 我是張博士 Dr.張 你們的文憑史理科網上導師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Physics這一科 希望在這個學期裏 我盡量上載多些這一類的影片 幫大家溫習你們的Physics 第一課不如大家看看 我們究竟Physics理科 這個文憑史 究竟內容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看看就知道 基本上有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必選科 必修科 一共有184小時的上課時間 第二部份是選科 選科的內容較為應用上多個理論 有四個大題目 同學可以選其中兩個大題目 最後要做一個研究報告 一共有250小時 首先看看必修科究竟內容是什麼 必修科分開大約有幾個 1 2 3 4 5 6 1 2 3 4 5 5個大題目 第一個就是關於熱和氣體 熱和氣體 基本上是關於溫度和熱能 所以這是第一個大題目 基本上這個大題目就是 開始來講最簡單 下一個主題就是 我們很重要的動力學 其實分開動和力 首先我們要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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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什麼 動作 動作 用中的折衣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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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光波波動的力學 Wave motion 基本上 不只是說聲波 所有的聲波、電磁波 所有的波都包含在這裏 我們學47個小時 學完這幾個主題之後 下一個也是一個大的題目 就是關於電力學和磁力學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電和磁基本上是兩個分不開的題目 因為你要學電 電可以轉換成磁力 磁力亦可以轉換成電力 所以這個電力學和磁力學 亦都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完了之後 最後有一點時間 講關於Radioactive 即射和核能 這樣就完結了184個小時 其實是否很多很少呢 一般吧 記得這個Physics 是涵蓋你們三年的課程 FORM4、FORM5、FORM6 所以其實內容應該是很多 好了 接著就是選科 每一個選題就是25個小時 你要選兩個題 基本上上課的課程就是50個小時 4 out of 2 首先第一個就是天文地理 講太空 基本上是你望上天空 究竟Physics、物理學 與天文太空有什麼聯繫呢 這裏就會講 望上天空 接著就看地下 接著就講我們的原子 Atomic World 一個很大的對比 上面的天空就很廣闊無邊 Atomic World 就講一些很細小的東西 這個呢 雖然說是一個很細小的東西 但是原子的世界 多姿多彩 上到天文、下到地理 接著就講能源 當然就講我們電能、綠色能源 以及如何環保 各方面各方面的東西 主要是講什麼呢 就是能源和電力學 很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講為什麼電 用在每個家庭 如何安排 為什麼要講電 不講其他能源呢 因為電基本上 一個較為清潔的能源 好 這個就是能源學 最後就是 在醫學上 物理在醫學上的用途 所以就是 怎樣用於醫學的各方面 比如做 Ultra Scan 即是說 超聲波 或者磁力共振 那些 全部都是跟物理有關的 這個就是醫學的 你們只需要4-2 最後做一個研究告告 完成了三年的物理Physics這個主科 這個主科 如果你想入大學 很多科 都是需要Visics的 所以基本上 都很多人 會報讀這一科 在未來的需要裏面 盡力做多些這些片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 這個簡短的介紹 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